对 好 已经live了 是的 我们现在呢 已经是开始live了 然后是等着一些朋友进来 对 朋友们快进来 今天聊的是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就是昨天首相已经辞职了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首相 但是我们有看守首相 那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 这个可能看守政府或者是看守首相 有一定的疑问 或者是讲说 下来那些政党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相信都是大家蛮关注的一个角度 其实可能很多人 其实不清楚看守首相他的 职权 对他到底可以做什么东西 这样子 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刚进来的朋友们 欢迎帮我们把这个直播点赞分享出去 然后来跟我们留言一下 看看你对于昨天慕尤丁辞职的 你有什么一些看法呢 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请来了 潘永强博士时事评论员 来和我们一起讨论的 潘永强博士 还是很自然的 对 好那我们应该叫永强是吧 对对 叫我明知就好 好那永强 好奇怪耶 叫永强 潘永强可能可以跟我们相声的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对那我们再等一些朋友 其实你们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就是帮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分享出去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究竟这个看守政府啊 目前应该说看守首相他的职权有多大 包括说 其实我也想要就是有一些疑问啊 包括说这个任期是有多长 因为其实有一些宪宝专家就说其实他可以到几年 对 很多年 好久哦 可是根据这个公司来说 其实一般上看守的话 他就是短期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 他是有 对 纳坦尼亚呼 对对对 他是有很长期的 那待会我们也是可能 对 请教一下潘博士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两分钟的时间呢 就会on到我们FM106 对 刚刚亲爱的朋友帮我们点赞 然后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亲爱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留言 早安 哇 好多人早安 开始很多人 对 对于昨天 慕尤丁辞职 大家有什么一些看法呢 都可以来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交流 对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朋友他就说 其实看守政府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杀政府就是看守政府 嗯 等下我们可能也可以再 可是沙拉月因为他是处在紧急状态 对对对对 他们是有一个前提这样子的 对 所以呢 现在到底是看守政府 是我们现在国家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等一下其实我们也会 请潘永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话题的 早安 Bong Michael 早安 然后当然 接下来大家 我们也是可能会在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现在其实针对首相的人选 也是有不同的一些 声音 提名啊 应该说有不同的提名 像 对啊 应该说他们有自己的那些主义人选 所以可能大家也是可以 其实 昨天我听一些就是 评论 对 电台的一些评论 他们其实有一些网民 有针对自己 有列出自己的薪水名单 就是说他想要首相是谁 副首相是谁 甚至有一些是 诶 超越我的想象 他想要成立一个 全部由女性为主的内阁 哇 好有创意哦 对对对对 所以欢迎你们就是留言啊 就是虽然这些是有一点 呃 好像很离地啊 这样的一些 但是我觉得可以 你提出来 看一下你 你们的那个理据是什么 你们的薪水名单是什么 就是也欢迎大家 就是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还有一个 呃 45秒的时间呢 就会回到节目现场咯 好 那我们先准备一下咯 好 先往其实一下咯 没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盟17个月的政权瓦解了究竟马来西亚接下来的证据该何去何从呢 早安你好我是运翔 早安你好我是贾君 早安你好我是崔喜新盈 那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呢 昨天就接纳了首相慕尤丁和全体内阁成员的总词 那在慕尤丁辞职之后呢 陛下也预令说慕尤丁呢 会以看守首相的身份的执行职务 直到委任新首相带领新内阁为止 那其实本地媒体呢就开始报道了 其实各政党领袖呢将会在今天到国家网工呢 进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呢 相信呢就是和临选第九任首相呢有关的 对到底谁是我们的第九任首相呢 其实现在我们还是不清楚的 但是其实各个政党已经有开始提出了自己的名单 包括像是我们看到传出巫统呢 其实他们有提成了一个五人的名单给这个元首的 那究竟到最后谁是第九任首相呢 我相信很快就会揭晓了 对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没有首相了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看守首相的 因为慕尤丁现在其实还是会成为我们的看守首相 一直到新的首相受委为止 那其实现在慕尤丁辞职下台 对我国政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下一任首相到底会是谁 是今天我们城市话题会和大家一起探讨的 那今天的城市话题我们有请来了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博士 永强早安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对潘先生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要请教一下你 其实慕尤丁走到辞职下台这一步 是你预料中事吗 那其实以他就是截至最后一次是昨天嘛 我们说他向反对党抛出橄榄子之后 其实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其实他还有其他的牌要打 非得要走到辞职这一步吗 慕尤丁政府从他上台的第一天开始啊 他就缺乏这个明确的稳定的多数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8个月 他只要有机会他都要逃避国会的开会 或者国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投票 在过去的18个月这种局面这种问题经常发生 所以他其实已经很努力要保住这个政权 可是最后还是不成功 不成功主要是他一个最重要的盟友 就是武统撤回对他的支持 那么最后有15个武统的国会议员 这个不再支持母肺定 这15个人数啊 事实上是相当的这个出人意料之外 很多人预料这个武统主席 他也许会掌握一些的国会议员 不支持母肺定 可是这个人数后来是达到15个人 那么这个是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期 因为如果你不支持母肺定的人数 大概是5个8个 可也许母肺定还有一些策略去挽回 或者是填补这个人数 可是15个人是一个相对大的一个数目 那么最后他只好走向这个辞职的一个结局 那其实这个慕尤丁其实他就决定就有宣布了下台 然后下来就会以看守首相的这个位置来管理国家 那直到这个新首相出了为止 那其实想要问一下永强的就是 看守首相的职责其实包括什么 然后他的权益上面跟一般我们知道的首相 其实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看守首相基本上是没有重要的权利 其实这个概念对马来西亚来说并不是很稀奇的 只是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少这个首相在任期未满之前辞职 所以突然间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鲜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每一次当国会解散之后 解散之后新的选举还没有举行之前 这个空档期那个首相其实就是看守首相 国会解散了 但是新的选举还没有进行 新的政府还没有产生 所以这段时间原本那个首相就是扮演看守首相 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概念对马来西亚来说不新鲜的 那么现在很多人的疑问就是看守首相有什么权利 其实他权利是很少很少的 他只是扮演一个暂时维护这个政府日常运作 政府日常操作的一个责任 首先他不能够宣布中大的政策 第二他不能够宣布中大的预算或者博款 第三他不能够委任新的人事 他不能够做出新的人事的任命 那么也包括他不能够做出超出他的权限的一个支出 或者是签这个支票一个数目 有一个限制的一个数目 据姆黑丁他昨天自己透露 在看守首相这个旗舰 他不能够签署超过10亿马币的1 billion的支票 那么另外在政治的这个伦理上来讲 看守首相这段时间不能够攀布中大的工程合约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权利是受到压缩的 他只是扮演一个暂时维持政府日常运作 那么在过去首相所拥有的权利 其实他都不应该去行使 这个看守首相这种角色 在宪法里面是没有规定的 就是在宪法里面我们没有一个categor 或者看守政府这个名称这个规定 可是这个是一个宪政上的惯例 很多公和联邦国家或者其他国家 他都有这种惯例 所以他其实不是很新奇的东西 只是说我一定是少数在任期 还没有结束之前就离职的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产生新的首相 也许要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 所以这段时期这个政府不能够没有一个领导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一个人物 他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他的权限是不能够超出这个看守政府的一些范围 否则的话他可能就会给未来的新首相留下问题 对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就是虽然说慕尤丁他如果成为这个看守首相的话 他的权限不会很大 但是他我们都知道可能新首相可能在一两个星期里面 就会被选出来了嘛 但是如果新首相会不会可能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选出来的话 慕尤丁就可能成为看守首相一两年这样子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这个可能性不可能到一两年 因为现在也有不同的阵营在这个推荐 或者是争取这个首相的位置 所以这个郭都时期的这段空档期 应该不会太长 我相信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就会明朗 所以他不可能像某些国家 这个新的政府不能组成要三五个月 像以色列或者是比利时 过去也出现过 新的联合政府要好几个月的谈判才能产生 但是他们那时候的背景是因为选举选完之后 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过半数 所以大家要谈判 那么现在姆黑丁的情况是 他是被逼下台 不管是反对党或者他的盟友给他施压 所以他才离职 而他的反对派或者是盟友 其实也有足够的人数去取而代之 只是说他们要经过一些妥协或者是谈判 才能够找出最终的人选 所以没有一方的阵营是愿意看到 姆黑丁扮演看守首相太长或者是太久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会在短期内 可能一两周就会解决的 那可能想请问一下潘博士 就是其实如果说 这个不会开一个先例 我们假设说这个情况会在一到两个星期里头解决的话 那么这一到两个星期 正值现在就是我们疫苗计划冲刺的时候 那很多人可能会疑问说 像因为凯里一直以来都是在负责 这个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那他离开之后留下的这一个空缺 那会不会导致说 现在的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可能会延误啊 还是怎么样 OK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好 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事实上在昨天不只是首相辞职 他也召见了这个政府首席秘书 政府首席秘书 他就是全国公务员的领导人 那么政府首席秘书过后也强调 也发表一个声明 那么下来这个政府的运作 还有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计划 还是会操作的 还是会按照计划去进行的 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疫苗接种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抗疫的工作 但是这个疫苗注射工作 它不是第一天开始 它也不是刚开始 它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个工作 它已经某种程度上是上了轨道 也已经有一丁的系统在操作的 它也不再是早期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三月份四月份 还处于凌乱的混乱的状态 所以一切都应该是有条理的 有步骤的进行 所以我们也应该相信 卫生部或者是科技部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公务人员 或者是高级的政府官僚 他们都有能力去维持这个疫苗工作 接种工作一段时间 正常的操作 让它有正常的运转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政府的空窗期 它不会太久 可能一个礼拜 可能两个礼拜 新的内阁就会产生 而且我们也有一个 相对来说 还是有效率的稳定的公务员团队 所以短期内是应该不至于 不至于有问题的 其实我还想问的 就是说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 慕尤丁他下台了 那他之前制定的一些抗议政策 其实现在还算是有效吗 那如果很像他这些抗议政策 现在还是继续实行的话 那如果新首相上来的话 改变抗议政策的话 其实会不会对人民来说 很混乱呢 对 马来西亚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 其实是创造了很多世界上的记录 我们在面对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 换了两次政府 同时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还宣布紧急状态 同时连国会也终止开会 那么这个在国内外的这个 例子里面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都知道啊 征前换降啊 临征换帅啊 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 一个变化了 在大敌当前啊 虽然这个是一个病毒啊 但是你要临时换帅啊 也是很不理想的 但是因为 母黑店 他的下台 某种程度上 也是跟他的政府 抗议的失败 抗议的不利 有关系的 也造成民怨 沸腾 那么 我相信了 如果新政府上海之后 基本上还是会维持 这个抗议的一些政策 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 可能是进入到尾端 后期 因为我们这个疫苗注射 工作也大量进行 我们也必须要跟这个 病毒共存 但是有一些 政策上或者是 这个抗议的一些行动 可能新的政府 新的领导还是会做出调整的 如果有新的卫生部长 有新的科技部长 他们还是会做出一些调整的 比如说大家比较有意见的 例如这种大量的检疫啊 追踪啊 隔离啊 或者是有一些 还没有条件 还没有办法接受疫苗的 这些具体的政策 执行方案 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某一天下台之前啊 他还宣布了一个新的 SOP 新的SOP 就是某些领域 可以开放 那么新的政府上台之后 会不会同意 或者是接受 会不会做出调整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不同的领导 不同的政府团队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主张 也会有自己的策略 那其实刚刚潘博士有说到啊 我们在疫情期间呢 就是创下了一些创举啊 包括说换首相 其实也必须提一提啦 其实国盟政府是在疫情之下成立的第一个内阁 那如果说即将迎来的新政府 那就是疫情之下成立的第二个内阁 那到底人民对这个第二个 疫情之下成立的第二个内阁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 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谁将会接下这个首相棒子呢 那待会儿回来 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好的 我们回到了脸书直播的部分 没错 OK 有人说什么 疫苗 比如打什么疫苗 我看不了 我看看了 他就说其实疫苗 现在可能打到差不多了 应该会大选了吧 但是昨天其实就是元首 他说现在的情况 的确是不允许来进行大选的 所以 其实我们下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会讨论说 元首他如果要选出一个 有多数支持的新首相的话 其实这个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说 对 其实可能 我们有一个两分的时间 就是想起 先请教一下潘博士 其实如果说元首 他现在要选出 多数支持的话 其实要怎么定义 因为现在那些所谓的台底 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对不对 那元首要怎么去鉴定 他既不能够就是超出他王室的那个权限 就不能干政 那么他要怎么去鉴定 会不会好像发生之前这样的情况 就是可能委任一个多数 有多数的首相 对 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 今天下午 国家元首会召见一些主要政党的领袖到皇宫 但是据说今天这个召见 他跟上次不同 他不是个别的召见这个党的领袖 他是叫他们一起会面 一起会面 这个讯息有可能是 如果不同的政党都拿不出这个自己的明确的多数 都不能够证明自己有多数 可能国家元首会 劝告或者建议他们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一个跨党派的团结政府 既然你们都没有单独过半 那么我们也要面对疫情 也许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候 大家团结起来 组成一个跨党派的联合政府 这个我们下午就要观察这个发展 这个跨党派的联合政府的话 算是来大马的一个先例了 是吗 其实1970年513事件之后 也曾经发生过 当时候就产生了国政 不只有武统 也包括东马的沙巴沙拉巴的政党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联合政府 就是面对一个513后的一个局面所产生 好 这个部分我觉得待会儿回来就来聊一聊 我们还有一个20秒的时间 回到节目现场 那在刚刚的歌曲时段呢 潘博士就有跟我们分享到 因为谈到今天下午的国家元首呢 会召见了各政党领袖 那如果说啊 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多数支持的情况之下的 那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情况 就是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 我可以说是内队吗 那潘博士 其实你对这样的一个跨党派啊 你的那个构想是怎么样 他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OK 现在不同的阵营都想争夺这个首相 这个大位啊 但是你要证明你有过半数 那这个是暂时来说 有一些党派是有困难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希望联盟 希望联盟如果他包括所有的反对党在里面 他有105个国会议员 105个 但是这105个人 首先他面对几个关卡 第一 这105个由安华领导的这个反对派 他们其实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首相冷血的公司 因为马哈蒂阵营不一定统一安华 所以他们首先要克服第一个障碍 他们有共同的首相冷血 即使跨越了这个关卡 他们只有105个人 那我们现在过半数必须是111 就是三条一 111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距离 还有至少要找五六个人 所以对西盟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反西盟阵营来说 他们还距离这个终点线 还有一些差距 OK 如果是这个武统 如果武统他现在把姆怡地拉下台了 拉下台 对武统来说 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说 他维持这个国盟政府的框架 就是继续让武统跟这个土著团结党 还有回教党维持目前这个政府的框架 他只是换首相 但是不换政府 换人 不换政府 这个是最简单的 但是如果他们要完成这个任务 首先他们也要有一个 大家有公式的首相人选 那目前 目前 姆黑定他下台了 但是通常他下台之后 他也希望能够推荐 或者是安排一个他信任的接班人 或者能够未来保护他利益的一个接班人 所以从姆黑定的角度 他可能会比较希望 这个副首相 Ismael Sabri来担任这个位置 可是武统不同意 武统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同意这个Ismael Sabri 直接成为首相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武统宣称要撤回对姆黑定支持 但是这个Ismael Sabri一直还是抗拒的 一直还是跟姆黑定站在同一条阵线的 所以他跟武统目前的当权派 也是有一些矛盾的 那么对于武统来说 他们为什么不一定会 轻易的要接受这个Ismael Sabri呢 因为这个以后谁做首相 对于武统来说 谁做首相 会关系到以后武统的领导权 落在谁的手中 党的领导权落在谁的手中 如果Ismael Sabri突然间可以成为首相 他可能就会大权在握 因为他有很多资源 很多权利 未来武统的党的领导权 有可能就是由Ismael Sabri这个派系 这个阵营掌握 那么其他人 其他三头 其他的派系可能就不一定很能够接受 因为这个Ismael Sabri 他在武统里面过去都不是第一线的 也不是很突出的 可能是第二线的领袖 所以可能是Hissam Mutin 或者是Sahe Hamidi这些人 都不一定能够轻易的支持 这个Ismael Sabri做首相 所以对于武统来说 他也有自己的人选 不应该接受Muhidin安排的 或者属意的这个人物 那武统的人选是谁呢 因为武统主席跟Najib 前首相 他们都有案件在身 他们也不方便或者是不适合 做这个首相位置 所以对武统这个当权派来讲 最好是找一个没有威胁的 没有威胁性的人选 妥协性的人选 这个人可能 做一年两年的这个首相 不会影响到我们党的里面的权力安排 这个人可能是东布拉斯拉利 他年纪够大 被一分够老 这些都是他的优势 而且他可能也不会 未来有这个条件 长期的把持 把持这个党的领导权 所以在武统里面 即使他们如果要维持 由国盟来执政 只换人不换首相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个人要换谁 他们也还没有谈妥 OK我们退一步来说 他们即使谈妥了 这个国盟即使谈妥了 他们要维持这个目前的政府 只是换首相 可是他们最后也还是 只有115个人 姆黑定就是因为 只有115个 这个脆弱的政府 最后走向垮台 那如果现在换了姆黑定之后 我们继续执政 但是这个政府 也还是只有115个人 他也是只比所谓的过半数 才多出15个 所以他也是不稳定 如果是旧的戏马又重演 那么有三五个人 有意见要离开 那么这个新的国盟政府 也可能会有这个挑战 有这个压力 所以两大阵营 不管是西盟或者是武统 他们即使能够成功的组成政府 也依然是一个单薄的脆弱的政府 所以有一种意见 有一种意见就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有疫情 我们有这个经济的问题 我们有民生的问题 甚至我们还有财政的问题 这个大家这个生活 这个社会的一个气氛都不好 那我们还能不能够再容许 这种政党的对抗 政治的这个混乱 所以在未来还 这个国会任期还剩下 大概两年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要各党派 抛弃他们的一些分歧 暂时组成一个团结的政府 跨党派的联合政府 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当前的危机 那么直到下次大选 因为下次大选也不会太长 可能一年过后 一年半以后就会举行 那么到大选之后 你们才拆火 拆火 在选举里面重新在竞争 可是在这段时间 要一个稳定的 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要一个避免这种 每次国会开会 都会对抗 都会有这个小动作 那我们能够凝聚 凝聚一些力量 来先解决这个疫情 跟经济的问题 那么这种是一种声音 而这种声音 也慢慢的浮现出来 那刚才我跟各位 在交流的时候就提到说 今天下午 国家民主要召见 各党派的领袖 那么据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了 这一次的这个会面 它跟上次不同 它不是单独的 个别的会见 不同政党的党领袖 据说是一起见面 一起见面 就是大家要达成一些公式 也许从国家元首的角度 一个团结的政府 一个联合的政府 对国家当前是比较必切 比较需要的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我相信 它的机会是存在的 至于说各党派的领袖 愿不愿意 这个同意 或者是妥协 我们就要看下来的发展 那我们也看到说刚刚有讲到巫统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一个首相人选的名单 那其实我相信西蒙那边 他们就是一举要推 安华公正党主席当这个首相人选的 但是我看到一个留言 他们就有讲说 应该老马和沙非议不会给安华做首相 但是我看到新闻讲说 其实诚信党跟行动党 他们其实都有呼吁讲说 叫敦马跟安华来和好 那以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 永强你觉得敦马其实跟安华和好 有的可能性会大吗 从这个西蒙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首相人选 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是推举这个安华伊伯良 安华依然是西蒙的首相人选 要推这个人选 推到不能再推为止 就是尽可能的争取安华成为首相 那如果安华最后找不到足够的人数 或者没有取得足够的支持 那么可能才会做其他的选择 那么马哈迪跟安华的关系 依然是这个方西蒙里面 一个最大的一个焦点 从去年五月份 从去年五月份要怎么安排在野党的首相人选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那么马哈迪方面 马哈迪方面 他大概掌握十多个国会议席 因为除了他自己的这个本壮 都市党也包括沙巴的瓦里山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力量 所以大概有十二个以上的议席 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马哈迪本身 他这一次应该不会强求 要争取再出任首相 这个不是马哈迪目前的一个议程 那马哈迪要什么呢 马哈迪要什么呢 马哈迪要的就是 他过去一两个月推销的那个国家复兴理事会 本来叫国家复兴理事会 马格兰 后来他把它称为国家复兴理事会 他要的是这个 他不一定要成为首相 可是他要组成一个团队 掌握一定的权力 来应付这个疫情 这是他的一个要求 那么安华如果要摆平 摆平西盟里面的权力分配 他就要照顾不同的利益需要 不同人的一个利益的需要 那Safiy他也希望有所 有所这个角色 得到一定的角色 不管是首相 或者是副首相 这些都是西盟内部要去整合的 要去妥协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西盟最主要的人选还是安华 但是如果安华到最后 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最大的多数 就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方案 其他的方案 包括说跟武统的合作 或者是 或者是找回那些 曾经离开的前公正党的国会议员 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去年2月份 有大概10个 Asmin派系的人出走 那么后来还有一些 灵灵星星的几个人又跳槽 那么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说 这些人我们也可以 既以这个大局为重 我们可以让他们回来 但是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操作的难度 你要怎么去交换利益 怎么去说服 怎么去妥协 或者是怎么放下过去的恩怨 这个也不是太容易的 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每个阵营都有各种各样的 自己的那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矛盾 很难化解 所以要单独的 其中一个阵营要单独的执政 可能还是不容易的 那即使你揍住人数 不管是武统 或者是这个西门 你揍住人数 你那个人数也是单薄的 也是微弱的多数 所以对于未来还有两年的任期 它不一定是有利于我们的政治稳定 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民生的一个重建的工作 所以是不是要考虑这个 在危机时期组成一个危机内阁 容纳朝野不同党派在里面 建设一个全民的政府 也许可能是一个思考 一个触路 对 其实之前就有 应该说从昨天到现在到昨晚 其实也不少的那些分析 都是围绕在说 如果单一政党 应该说单一联盟可以执政的话 他们的那个首相人选 内阁会是怎样的情况 但是潘博士 以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探讨来说 其实组建一个海纳百川的联合政府 是更加可行的 在疫情当下 那可能在节目的最后 潘博士可以跟我们来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 以超越政党 这个跨越联盟的政府的话 这两年里面 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阵容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是疫情之下成立的第二个内阁 那如果说它是跨越政党的话 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对 好的 就是要现在谈吗 还是下一节 来我们现在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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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母黑店政府会垮台 那我们从母黑店过去18个月的执政 我们有得到什么一个教训 或者是一个启示 母黑店垮台 我觉得它有几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政府是缺乏暴容性 这个母黑店政府是没有暴容性的 它是一个不愿意去协商 不愿意去跟不同党派妥协的一个政府 它希望能够全力独占 它掌握权力之后 它希望能够赢者权拿 赢者独刺 全力独占的一个政府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一年半 母黑店 因为它是少 因为它是没有足够的多数 没有稳定的多数 它是脆弱 可是它又不愿意跟朝野政党 做更大的让步 或者是协商 所以这个政府后来 那个路就越走越小 越走越窄 而且它还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政府 到处点火 到处找人打架 这个是战斗性火爆的一个政府 结果当然朋友就越来越少 连它自己国盟内部的盟友 像武统 都最后要跟它隔席 或者是分手 所以未来如果我们新的政府 还是没有足够的多数 还是脆弱的 如果未来的政府又还重演这种问题 没有表现它自己的包容性 多元性 要全力独占 那么它要施展开来 要做一些 推出一些政策 要完成未来的一个经济跟抗议的工作 是困难的 那姆佳丁他过去两年 他不到两年了 姆佳丁是过去18个月 他除了抗议的工作 这个给他很大的一个压力跟纠缠之外 他没有任何的时间或者条件 推出他自己的施政的施政的一个议程 我们没有看到 或者没有听过 姆佳丁有什么重要的一个施政的一个概念 除了因为疫情给他一个干扰 或者是压力 也跟他这个政府缺乏包容性 缺乏协商有关系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这种摧弱的条件之下 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因为别人不会给你合作 别人不会给你一些空间 让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开展 如果以后的政府还是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政府 所以这个团结的政府 或者联合的政府 至少可以一段时间里面 避免这种问题重演 不是一个独占的权力的 要做分配的 要去妥协的 也不是单一族群 单一族群垄断的政府 那否则的话 也会走向姆佳丁的后路 其实 请说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说 疫情到现在 其实人民很担心的 也是政治纷乱的问题 现在其实孟佑丁下台了 国民政府也告一段落 这样子 到底接下来 很像刚刚就是潘博士说的 一个联合的政府 到底能不能 在接下来的疫情下 真的是做到帮助来 让我们现在的疫情减缓 然后让国家好好的复苏 我觉得也是有待观望这样子的 而且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潘博士刚有提到 其实这个谈判的空间 就是看你各政党之间 你的取和舍是什么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 能够抛开起见 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话 你不把你的政治利益 放在优先的话 把人民放在优先 那么可能真的是 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希望说 今天下午出来 元首召见了各政党领袖之后 会有一些宣布 我们就观望就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 潘永强博士 做客我们的传说话题 感谢潘博士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电台的部分结束了 我们现在回到脸书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想问潘博士 就是说 因为刚刚提到的联合 就是联合政府 它是一个方案 那如果各政党 他们在召见的元首过后 真的是 也不想要组合这个联合政府 那如果他们 每一个可能 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支持票 但是是没有过半的情况底下 其实会不会好像 再一次回到很像之前 喜来登政变的情况 就是元首 他去选一个比较 有比较多票数 但是没有过半的人 来成为首相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各种可能都有 各种可能都有 那如果是 目前没有哪一个阵营 拥有足够的多数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选 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那么也许这个人选 还是有条件出现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有什么人选 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对武统来说 武统来说 他曾经讲过 No ANWA No DAP 对 那么对沙拉瓦 那个GPS来说 他也讲过 不要安华 或者是不要行动党 那么安华 也在西蒙自己内部 或者是这个反对阵营 也面对马哈迪的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选 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包括反对党 那么这个人选 是不是有可能 出现成为这个首相 举个例子 就是东顾拉沙利 东顾拉沙利 他可能是比较容易取得 马哈迪的支持 或者是安华 如果最后发现 他自己真的没有足够人数 安华 如果要接受的人选 也可能是东顾拉沙利 而不是其他武统的人物 因为东顾拉沙利 悲分够大 悲分够老 他还算是 安华的 这个前辈 在安华出道的时候 东顾拉沙利已经是财政部长 如果武统的其他人 即使组成联合政府 由其他人来做首相 那其他人对安华来说 都是他的后辈 以前都是跟着安华 那现在突然间爬上头来超越安华 那个对安华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需要的一个人是 他不一定最有实力 他的实力可能是不一定最大最强 可是他最多人可以接受他 他的那种攻击性 他的那种威胁性最少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人选 这个可能就是东顾拉沙利 他是朝野 都可以把他当作是最大的攻约数的 这个是有可能 其实我看到留言这里 有一位网民他就说到 西蒙一直在推安华 其实这个他们认为说是 错误的一个策略 因为现在安华已经推不动了 还一直推 其实我觉得可以问问的 就是说现在西蒙 他们一直以来都只有一个人选 就是安华 其实是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一开始就铺错路了 当然也是有一些人觉得说 其实安华西蒙不应该孤注一致 就觉得说应该 如果说安华你放弃这个首相梦的话 或许西蒙有机会 但潘博士你怎么看 在道义上 道义上西蒙必须要坚持推安华做首相 因为安华过去是reformacy的代表人物 他也在政治改革里面起到一些作用 所以道义上你不能够很早就放弃他 否则的话你会让西蒙 这个凝聚力会消失 所以西蒙在策略上把安华摆在第一位 不能够说是错误的 你一定要尽力去推 经人情经道义 你要做到最后为止 那如果最后真的不行 那你就人之意境 那时候至少也可以跟安华交代 也可以跟西蒙的群众交代 你不能够一下子就把安华放下来 这个道义上或者政治的伦理上可能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才下来才谈第二个问题 安华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过度的僵硬 没有弹性 你的策略上如果你没有弹性 可能就没有灵活 你的走位很固定 别人或者你的对手大概就知道你的策略 你就锁定是自己非我莫属 那么你的策略 人家就大概是可以估计到 可以预知到你要采取的一个策略 你都没有灵活 你都没有变化 所以这个也是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看到 我一定其实没有把安华当作是首要的打击的对象的 他的重点是要攻击武统主席 他要把这个Sai Hamidi往死里打 包括通过这个社团 社团注册官ROS 说武统的最高理事会已经结束了等等 他没有把安华当作是一个主要的对手 因为安华没有灵活性 大概你只要把安华锁在那边锁定好 他可能就很难有策略上的变化 那如果现在随着这个政局的改变 安华如果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 他可以争取作首相 可是如果不行 他要怎么样去跟别人去谈判或者交换 来做出一个新的组合 一个新的团队 让对方措手不及 或者是达成最大的一个战略的妥协 这个可能会让目前这个僵局有所变化 因为总的来说 西蒙跟武统或者是萨劳月 并不是没有合作空间的 并不是没有合作空间的 只是说双方如何去达成一个妥协 或者是权力上有什么样的组合 谁做政谁做负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职位 不要忘记 谁掌握首相 或者谁能够入主 你手上能够分配的官职 是几千个那么大 几千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一时的坚持 一时的僵硬 你丧失了这些庞大的资源 跟权力 让对手全部拿走 那个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要考验政治领袖的那种灵活性 或者他的那种心态 或者是他的一种包容性 能不能够做出选择 如果很坚持 很没有灵活性 那可能这个僵局就会演变下去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 那我们也看到说 有人就有讲说 如果西蒙是放弃安华 而推举沙菲伊为反对党的首相人选 因为之前早前就有传出 可能一个东马首相这样的一个课题 很久就之前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会不会更容易 得到沙拉越GPS的支持呢 潘先生你怎么看 如果你把沙巴的沙菲伊 直接放到首相的位置 他也不容易操作 因为沙菲伊没有足够的威望 如果他当时候在去年9月 沙巴的选举重新赢回 沙巴州 继续是沙巴的首席部长 那么他今天当然 他的政治上的一个影响力 是不一样了 那么即使如此 沙菲伊没有全国的知名度 没有全国的影响力 那么他在西蒙内部 也没有足够的声望 没有足够声望 所以你把他马上放到去首相的位置 可能还不容易 还是不容易 但是你结合沙菲伊 结合马哈迪 做出一个组合 可能是副首相 可能是其他的安排 那让你这个西蒙 从105席开始算起 你有105席为基础 再增加多5个8个 这个差距就 这个机会就比较 比较容易达到 这个目标就比较容易争取 如果你从现在西蒙 只有80多个来起跳 来去努力的话 他的距离很远 那如果你整合了沙菲伊 整合了马哈迪 安排好一个好的 这个一个组合 权力的组合 那你的起跳的人数 是从105个人开始起跳 你离开111个 就很容易 比较容易达到 比较容易达到 或者比较容易跟人家争取 跟人家谈判 那如果你这个内部 还没有整合好 你要跟人家交换 或者谈条件 可能这个困难度就比较高 所以你马上把沙菲伊 放在首相的位置 可能不见得妥当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们 安排好一个适当的位置 让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以满意 那你才有一个完整的 反对派的这个阵容 从105个人开始 往上往上再立正 其他5-6个人 那你的这个机会 才可能来得比较好 这个是目前西蒙 可能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你才从105 再争取其他的支持 或者是跟其他的党派 组成联合政府 那你的谈判的筹码 或者是你的影响力 才会来得比较大 我想问问的就是说 其实看到一些评论 他们就讲说 因为现在慕尤丁 他们也是非常抗拒 就是巫统嘛 还把他们说成是盗贼 这样子不是吗 然后其实巫统那里 也是一直都不要 不可能让安华上的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西蒙和慕尤丁 他们和解 对 可是当然这个也有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普团党之前 刚才潘博士有提到的 公正党那些前叛将 你要怎么重新跟安华 安华有没有那个度量去包容 也是那个弹性 对 但是其实潘博士 你怎么看 就是土团 OK 重新回到西蒙 跟他们有合作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吗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 巫统他已经表达明了 他们是不可能跟 对 西蒙 所以其实现在 普遍上来说 像土团 他也是有这个需求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 这个首相的降位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讲说 他潘博化还是怎么样 但他现在是不是很急需 要跟西蒙 合作 潘博士你怎么看 现在其实是有三条战线 在争夺这个 后母回电时代的 一个首相的位置 有三条战线 一条最主要战线 当然就是希望联盟 或者是翻西蒙 这个反对派 那么另外一条战线 就是武统 因为他还是国盟里面 最主要的力量 那么第三条战线 是我认为就是这个 土著团结党 母黑电虽然垮台 但是他的土著团结党 还有一些力量 三条战线 争取这个首相位置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估计 可能武统是最快达到重点的 三条战线 同时开战 可能武统是最快达到重点的 因为武统 只要他接受一个 大家都可以认可的首相 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个 国盟的框架 国盟这个组织 继续的执政 他只是换掉 这个母黑电一个人而已 换人不换首相 那个难度是比较少的 那么这三个战线 或者三个阵营里面 最弱的 最弱的阵营 当然就是这个土著团结党 因为他自己的 自己的首相都被打下来了 他已经元气大伤 所以他可能是在这个三条战线里面 最弱的 最没有条件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 这个土著团结党回去西盟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应该是彼此都有私底下谈过的 私底下沟通的 但是没有成 没有成 破局 破局是 刚开始当然是有谈过了 包括从去年的财政预算案 之前是有谈 要不要合作 可是刚才我们所讲 正如我们刚才所讲 母黑电这个政府 他之所以垮台 就是从来就没有包容性 从来就不愿意 跟朝野政党协商或者妥协 所以不是没有谈过 后来是破局 那么最后最后一次谈 就是我们8月13号 母黑电那个公开谈话 他释放出七个改革的建议 但是这个时候 实际上不对了 实际上已经错过了 因为当大家都看到 母黑电已经要垮 要倒的时候 如果西蒙或者是反对党 还在这个时候 跟母黑电伸出一双手 扶他一把 让他继续撑下去 这个可能已经不是 当前这个民意 所期待的 所需要的 因为疫情太严重 母黑电处理太糟糕 现在人家是希望看到 这个母黑电下台 或者换政府 所以最后的时刻 才跟反对党来谈判 来妥协 他已经错过机会了 所以最后这个 他释放出这个 所谓的七个政治改革 一出来 其实行动党 或者反对派 也会受到质疑 你这个时候才 还要跟母黑电去谈判 你扶他 本来他就垮了 那个船已经沉船了 你还让他继续的 这个航行下去 那么实际上 这个民意上 都很难接受 所以 暂且来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机会是不大的 好 其实 我们今天的那个 对 其实也就是 也不知不觉 已经聊了 也分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已经把 接下来的一些 可能走势又或者是 方向都聊得差不多 有的那些可能性 全部都聊了 不过我想问 就是潘博士 刚刚你在 我们电台的时候 你有说过吗 其实现在 比较有可能性的是 一个跨政党的合作 那其实 当然也有一些 说法了 认为说 西蒙现在 你不应该说 趁现在还有两年的时间 然后你就 回去执政 那不如 你就好好的 当一个反对党 然后你在 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你就可能通过民意 这样子 再次入处不成 但是如果说 以这一个 元首的建议 OK 元首的这个预令之下 组建这个 跨政党合作的话 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 体面 然后也比较 名正言顺一些 与其说 西蒙现在可能 跟任何一个政党 结合 这样子会比较 体面 对吗 我可以这么说吗 现在的情况 其实最可能的 还是武统 继续跟这个国盟 合作 来这个 这个维持 他目前这个 国盟的政府 他只是换掉一些 他不喜欢的人 例如手下 或者是一些 武统可能不太 能够接受的 这个部长 那么 但是如果 如果从国家的利益 从政治的稳定来看 有些人的开法 是认为 有一个联合政府 有一个团结的政府 可能会来得好 方便我们未来 一年多两年 要处理 目前这个疫情 或者是经济的局面 那如果是 以上的条件 都不能够促成 那么反对党 还是必须要 承认 他重回部城 是有主力的 他还是要 扮演好 这个反对派的角色 反对党的角色 来面对 来届大选 在来届大选里面 才去 重新的争夺 争夺这个政权 所以反对党来说 他自己 在这个时刻 要跟谁合作 是相当的 不容易选择的 相当的敏感的 因为如果你跟 即使跟武统 组成联合政府 那你也要 充分的 说服你的支持者 你的群众 因为跟武统合作 他过去是你 长期批判的 一个对象 你长期攻击的 一个对象 如果你现在 基于这个 大局考虑 等等 你要跟他 组成一个 联合政府 那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 有更强的 说服能力 来跟你的群众 交代 或者解释 清楚 否则的话 你跟其他的 阵营 组成联合 政府 也许会 损害到 反对党 在来届大选 里面的一个 声望 或者机会 因为你 跟不同的党派 组成新的政府 那下来的 施政 执政的成败 你都要承受的 你都要盖过承受 不管是做得好 当然没有问题 做得不好 你也要承受 这个施政的 失败的一个责任 所以如果有条件 基于这个政治稳定 当然是可以去思考 这个联合政府 这个模式 那如果无法去 成行的话 那么反对派 还是必须要 接受一个施食 暂且维持 这个在野的 一个姿态 那么希望 扮演好 这个监督的角色 那么来届大选 才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重回 这个权力 重回这个布城 好 那今天 我们在网络的 这个部分 也是应该 要告一段落了 虽然现在 还是非常多的朋友 在这里观看 所以在结束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到 我们的City Pass FV Page 帮我们点个赞 那如果是来自 YouTube的朋友的话 可以Subscribe 我们每天的早上 8点钟 其实都会有 城市话题讨论 和你来聊一聊 时下最火热的一些 时事课题 那大家都可以 留守一下 对 好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的就是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先生 再次谢谢潘先生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 正在直播观看的朋友们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拜拜 拜拜